柯总召是不是大实话 而且曝光了赖清德总统要斩韩国瑜的计划 时间呢我们把往前推 什么时候呢就是1月14号 因为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之前就说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呢跟赖清德总统之间有政争 但是呢柯建民在昨天受访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 就是赖清德在当选总统的隔天1月14号 就成立的一个立法院长副院长改选小组 这个改选小组有哪一些的成员呢 他说包含了行政院长卓荣泰 还有呢包含了马永成游席坤林德逊都在场 他说呢强调大家是在集体决策一起来打仗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会为了选院长向民众党祈求丧失原则 但是我们来看到了民众党立委就质疑说 那你卓荣泰你之前不是说你没有设入立法院长 政府议长的选举吗 所以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看到卓荣泰1月18号的脸书现在被po出来了 他在1月18号脸书写的是什么呢 他说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并不设入立法院长的选举事宜 因此呢未曾指派本人进行任何的工作 第二是他说他没有涉入告知民进党团相关 推派人选参选立法院长副院长的事宜 就在自己脸书上有出了这一篇 好了民众党就说了 那到底是卓荣泰在说谎 还是你柯建民在说谎呢 卓荣泰说他没有参加 总统没有指派他 但是柯建民说这个小组的成员当中 就是有行政院长卓荣泰啊 那如果是说谎的话 那要不要收回先前说的话 公开道歉呢 黄耀明也说了 柯总招的说法呢 跟1月18号的卓荣泰的声明 就完全是一个平行的宇宙 到底是谁在说谎 答案应该是很明显 柯总招呢 也真的是多嘴了 我来问问大家 大家看到这里 你觉得谁在说谎呢 你觉得是柯建民在说谎的加一 你觉得是卓荣泰在说谎的加二 到底谁在说谎呢 我们来看到 但是民进党发言人 吴珍却是出来说 说这些都是政党运作 非常正常的一环 所以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柯总招都已经大实话 戳破了卓荣泰的这个谎言了 但是居然呢 这个民进党还出来说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环 好 请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呢 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 来看到这个立法院 因为呢 国会改革的这个冲突不断 民进党的两名的立委 钟嘉宾郭国文 都遭到拦移 以谴责暴力行为为由 遭到提案送到的纪律委员会 而民进党立委 林楚英反风 国民党的暴力呢 不止一桩 还喊话说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不要双标 不过呢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就攻击议事人员 还有这个蓝绿议事工坊的 肢体摩擦冲突 是不同的层次的 他要领处因 不要转移焦点 我过去的打架也好 或是抗争也好 都不会拿议事人员当出气筒 应该郭国文 钟嘉宾 他都拿议事人员 来做出气筒 来做一个转移目标的攻击 无差别攻击 那我觉得这个 要送纪律委员会 而且大家很期待说 纪律委员会什么时候要开会 要做出什么样的 一个议决 否则让这种 莫名其妙的这种行为 攻击意识人员行为 这样一直不断的下去 还有前两个礼拜 在审选霸法的时候 还不是把内政委员会的 这些意识人员 还关在房间 也不让他们出门 那我觉得 这样子攻击意识人员 跟你立法委员 蓝绿之间的 互相的一些 肢体冲突 我觉得那是不同的层次 那是不同层次 那肢体冲突不分 很多人 蓝绿的很多的立法委员 也是打得很带劲 然后还是勒脖子等等 那这路大家都通通送的话 那就没完没了 所以我觉得在两个层次 如果彼此的意识 蓝绿意识的一些攻防 肢体冲突 摩擦碰撞等等 那我是觉得很多 大家事后的 通过一些动作 彼此的约束 不要再吓自己 过分过激的行为 但是你攻击意识人员 这就不对 因为他只是 他只是在旁边一个旁观者 而且要维持议场的 行政上的程序 而且让行政人能够 持续的进行 变成让议场的停摆 所以我觉得 攻击意识人员就是不对 就是不对 甚至在刚开始 开议的时候 也紧得头都是帽子 跟趴走 趴走 然后去趴一下 还好助委局说他不追究 普通话这种攻击助委警 攻击意识人员 都是过去的 前所未见的事情 所以不要 林楚音的不要去转移焦点 攻击意识人员 攻击这个意识人员 就是不对 好 立法院现在进入到了修会期 但没想到有多名的立委 接到了署名黑鹰部队 总队长董念台的简讯 这段的简讯当中 其中指出是要黑鹰灭青鸟 也下得赶紧的报警 好 我们就来看到 其中的这一段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说 黑鹰部队成员将以出狱 受刑人为主 而是要跟青鸟一样的 参与各种的街头抗争 总之 只要是青鸟出路的场合 黑鹰必定会全面的包围 以免这些屁玩儿嚣张过头 所以现在也赶紧的报警了 而对此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指出 这是广发的简讯 因为不只是民进党立委收到 连他自己都有收到 同时他也强调 反对不理性的暴力行为 会请警政单位要确保委员的人身安全 我的了解是他应该是广发了 我也有收到 所以我想民主是这个 这个属人头 不是比拳头 我们主张多元 这个理性的表达 民主社会 不同意见 我们都尊重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来表达 那我们也反对任何的这些 不理性跟暴力的行为 那当然这个委员的这些 人身安全等等 我想我们的警政单位 都一定会持续关心跟做好 这个委员的这个相关的委员工作 另外徐晓鑫的丈夫姐姐刘向杰 与老公杜炳成 被控利用的虚拟货币交易 参与诈团洗钱 在昨天被起诉 以审台北地院 而法官在深夜十点多 才令两人继续积押近见 共犯林雨伦则是交保50万元 限制住居跟限制出境出海 而且不得接触 骚扰共犯家属等人 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我确实没有参与法案 任何犯罪的事项 那我会努力捍卫我的清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法官任定 林姓男子同样是设犯重罪 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勾串之余 但是因为杜炳成夫妻 都继续的积押近见 林姓男子无积押之必要 因此准许交保50万元 而在旁旁听的林姓夫妻 立刻的林姓打电话筹钱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Fallie